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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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打底 就是等於說 給我的畫布賦予它一個底色 有點像蓋房子 它像地基一樣 對我來說 灰灑筆的一處性是很有人味 用大的筆觸 可以讓整個畫面 產生一種自然而然產生的一種 乾濕濃淡的感覺 所以基本上它是已經有一層 已經有它的韻律感 有些是不均勻的 那這種不均勻跟電腦 就很大不同 因為電腦很容易就是平土一個顏色 那這是人類一定會產生這種細微 你仔細看其實它非常豐富的變化 這樣 我會以大的色塊的來做一個步 在畫面上 因為那個色塊就是我那個當下的時候 心境所產生的一個顏色的畫面 一般是會先從亮的開始畫 然後慢慢畫到最暗的部分 一開始是比較平 就是它的基底比較少的一個平面 然後慢慢的再開始有一些顏色的 那厚薄的區分 然後還會有一些 譬如說現暖的效果 跟蓋房子一樣就是慢慢的第二層 就會有一些比較大的面 然後大的面慢慢變成比較小的色塊 我喜歡顏色濃烈的感覺 用一個很厚的很濃厚的感覺 剛好可以表達我比較熱情 我的情感比較深 比較濃厚這樣 就跟小時候寫書法是一樣 很享受 很自由的 那種書寫的筆調 人的氣味 然後內心 靈魂的跳動這樣子 邊邊有一些細節的整理 我會噴一些水讓 背景的部分讓它是比較融合 然後讓它看起來是 整張式融在一起 我今天心情是很愉悅 有一些粉色系 有一些各種顏色的跳動 那我用黑色的書法的書寫線條 來統一整張畫面的那種結構 書寫的一氣呵成 很酷暢淋漓 那些對我來說都是有很 就是我一輩子 我都是在從東方裡面去思考 整個的創作主軸 這個黑色就是我 無日寢就在這一個黑色的裡面 因為這是我的符號也是我的印記 因為我個人的生活經歷 我從小就是喜歡東方美學 但是呢 因為我的生活裡面有很長的時間 在西方的世界 那所以那我個人喜歡很濃烈的色彩 所以加上西方的美材 然後把它呈現跟色塊的對話 其實這整張畫也是我人生的一個縮影 回到西方的資訊 我還是在你身上 看來